我祝福在天地间的,都赞颂真主超绝万物,它是万能的,是智瑞的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事呢? 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事,在真主看来是很可恨的。 真主的确喜爱那种人,他们为他而劣阵作战,好像坚实的墙壁一样。 当时,摩西亚曾对他的宗族说,我的宗族啊,你们既知道我是真主派来教唤你们的使者,你们为什么诽谤我呢? 当他们背离正道的时候,真主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,真主是不引导背逆的民众的。 当时,麦德言之子尔萨曾说,以色列的后裔啊,我却是真主派向来教唤你们的使者,他派我来证实在我之前的陶拉特,并且以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名叫阿哈莫德的向你们报寻。 当他以招式他们许多名正的时候,他们说这是明显的魔术。 别人劝他入伊斯兰,他却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,这样的人,谁比他们还不义呢?真主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。 他们想吹灭真主的光明,但真主要完成他们的光明,即使不信道的人们不愿意。 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,唯托他的使者,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,即使以物配主的人不愿意。 信道的人们啊,我将只是你们一种生意,他能拯救你们脱衣离痛苦的刑法,好吗? 你们信仰真主和实者,你们以你们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。 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,如果你们知道。 他将射诱你们的罪过,并且使你们入夏林祝贺的乐园和常住的乐园中的许多优美的住宅,那却是伟大的成功。 他将赏赐你们另一种为你们所喜好的恩典,从真主降下的冤注和临近的胜利。 你想信什么报许吧?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应当做协助真主的人。 犹如麦的岩之子阿萨对他的蒙徒所说的,谁是与我共同协助真主的,那些蒙徒说我们是协助真主的。 以色列的后遇中,有一派人已经信道,有一派人并不信道,我辅助信道的人们对抗他的敌人。 故他们变成优胜的。